X-Game玩起來緊張刺激又有挑戰性 不僅吸引到普羅的青少年 還有很多是藝人 在拍攝當天 我們就遇到歌神許冠傑的大公子許懷一 他也很棒 Hello Ryan Hello 你好 你唱歌我便知道 但想不到你跳舞也很棒 你開始玩跳舞多久 我8.50才開始跳舞 但你如何接觸跳舞這方面 我開始看電視那段時間 喜歡Bruisley 買了一個Bruisley的滑鼠 好 那你就開始有行 初初學的時候你覺得最困難是甚麼 花式 因為花式很難 要試很多次才行 我知道你近來跟爸爸去了廚藝演唱會 回來多久 回來多久 回來兩天而已 兩天 你馬上趕快進來玩跳舞 但你去演唱會的時候 你有沒有帶一塊板一起去玩 沒有帶 因為如果弄傷了 被人家罵 我知道你到處去 也在美國有玩過跳舞 如果我要你比較一下 究竟美國的跳舞文化 跟香港有甚麼不同 我想文化都差不多 因為香港的跳舞 和美國的跳舞 全部支持自己 如果別人想學一些新花式 很多人都會教你怎樣做 整個文化都很酷 整個X-game culture 都是說我挑戰自己 而且身邊的人不是跟你在鬥 是鼓勵你多一些 很支持 但是如果要你比較 譬如現在香港 我們這些跳舞 跟美國或是跟世界各地的跳舞 他們的水平是怎樣 我覺得這層的水平是怎樣 很困難 現在有很多 你滾了多久 大概十幾年 十幾十年 十幾十年 但你覺得最成熟的滾家 究竟要去到多少歲 我想 如果你講一下年紀 很難分得出來 因為很多滾家 滾兩年已經很厲害 要滾十年才厲害 因為滾滾是這樣的 很特別 每一個人的挑戰是很困難的 但我站在那裡一會 以及我已經感受到你 每一個滾家都很享受 但是真正最享受的東西 是哪一件事 我想 K-pop 跟很多朋友一起滾 挑戰自己 這樣才會很困難